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驚人 把習近平比作崇祯其實是侮辱了皇帝 突然一帶一路轉向了 擺脫不了的孟严強制核酸再現北京一帶一路峰會 30年來首次震懾北韓 美軍B-52H戰略轟炸機派往韓國 德國總理在以色列機場遇火箭彈襲擊 記者全趴地緊急撤離至避難所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18號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驚人 把習近平比作崇祯其實是侮辱了皇帝 大陸9月出版的新書《崇祯勤政的王國軍》 簡稱王國軍 網上流傳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16日發出的下架通知函顯示 這本書因印刷問題現通知全部下架召回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藍述認為 這本書下架應該是中共自己在對號入座 習近平做的事情通通都是爛尾工程 包括封城清零 哪一件不是爛尾工程 現在居然有一本書 出來說越勤政 亡國越快 那中共能不對號入座嗎? 他覺得你是在說習近平的壞話? 中國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叫做《防民之口如防川》 他一旦要堵住老百姓的嘴 老百姓必然會用別的方式繞開他所設下的這些障礙 把這些話說出來 藍述說 現在民間確實出現許多批評或議論習近平的各種各樣的符號排列組合 去代表習近平 中共實際上是堵不住的 但是他又要堵 所以他就盯著各種各樣的方式 許多時候他就堵號入座 藍述說 中國古代的皇帝相信天的 皇帝要以父是天 以母是地 你要敬天敬地 因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家和儒家的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行為是有制約的 但是中共它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的政權 中共的這些獨裁者們他們既不信天也不信地 藍述強調 中共的任何一個黨魁都不可能跟歷朝歷代的皇帝相比 他們是徹底斷掉中華文化的傳承 突然 一帶一路轉向了 備受外界關注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於10月18日拉開帷幕 在發起一帶一路倡議10年後的今天 中共政府將投資方向改為更加小規模 以及注重綠色發展 引外界關注 自由愛宙電臺報導 旅美經濟學者夏亞良表示 中共此前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助力被投資國 大力發展基建項目 對當地社會和生態發展造成一定影響 加之經濟不發達的被投資國紛紛陷入債務陷阱 廣受國際社會批評 中共急需轉變一帶一路發展策略 挽回形象 現在中國要換一種手段 也就是用清潔能源的概念來掩飾過去粗放式的經濟增長 由於過度擴張 對中共土地資源 水 空氣各方面造成了破壞 夏亞良認為 這種模式如果在海外拓展的話 也會影響海外一些所在國未來的長遠發展 所以中共現在想改變形象 但為時過晚 去年上半年 中共政府就已經開始轉換思路 構架一帶一路倡議新的發展方向 《人民日報》去年4月報導 中國國家發改委等四部門印發了關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 夏亞良還認為 中共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大力推廣綠色發展 也是試圖將自身過剩產能轉移至海外 擺脫不了的夢言 強制核酸再現北京一帶一路峰會 中共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於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臺灣中央社17日報導稱 論壇首日揮之不去的核酸檢測再度降臨 報導稱 參與一帶一路企業家大會的人員需要出示24小時內的檢測證明 參加18日上午的開幕式的人不僅需要提供24小時內的檢測證明 還需要出示4小時內的快篩檢測結果 參加會議時還要佩戴藍色衣用口罩 如今北京街頭早已沒有檢測停 醫院也很少做檢測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檢測由主辦方統一安排 行家調侃 看到久違的檢測牌 猶如回到清零時期 心頭有點緊 30年來首次震懾北韓 美軍B-52H戰略轟炸機派往韓國 多家媒體報導 美國空軍將有一架B-52H同溫層堡壘轟炸機 已在星期二降落韓國首都空軍基地 這是B-52罕見地派往韓國 其目的當然是震懾北韓 戰區報導 韓國通訊社將B-52降落成為史上首次 但美軍《星條奇報》則說是30年來的首次 不管怎樣 雖然美國與韓國有軍事安全防衛條約 但是像B-52同溫層堡壘 B-1槍騎兵或B-2精神式這樣的戰略轟炸機很少降落在韓國 槍騎兵上一次訪問韓國是在2016年 地點是烏山空軍基地 美國空軍表示 B-52前往韓國有替2023年首爾國際航太暨國防展覽會活動稱場面的用意 該活動在首都空軍基地舉行 活動期間將有兩次飛行展示 也就是飛越會場上空 美國空軍第七航空軍發言人布特拉格少校說 這些飛行表演 空中表演和靜態展示 包括B-52在半島上的降落 是我們承諾維繫韓半島和平 穩定和繁榮 韓聯社報導 今年的首爾航空展將是歷年最豐富的一次 將展示各種韓國自產軍品 包括飛機和地面裝備 比如正在開發的KF-21戰鬥機 F-50輕型戰鬥機 陸軍的K-2主戰坦克 K-9A-1自走榴彈炮等 美軍也會共襄勝局 最先進的F-22戰機和EA-18G電子作戰飛機也會抵達 這也有紀念韓美同盟70週年的用意 德國總理在以色列機場遇火箭彈襲擊 記者全趴地 緊急撤離至避難所 德國總理肖茲近期遭遇驚險危機 17日 在他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在搭機前 突然遭遇火箭彈襲擊 新頭可報導 肖茲本來已上飛機等待起飛 當火箭彈來襲時 他與隨行人員機採訪的記者不得不緊急離開飛機 並迅速趴在跑道上尋求庇護 肖茲之後被緊急疏散到附近的一個避難所 在防空警報解除後 肖茲和隨行人員又經過了額外的安全檢查 隨後得以登機離開 當時位於現場的德國《世界報》副主編羅賓.亞歷山大還原了事件的驚險經歷 他在X上發文說 他親眼看到以色列鐵穹防空系統攔截了兩枚火箭彈 天空發生劇烈爆炸 據悉 肖茲計畫從以色列前往埃及 並在18日與埃及總統塞西會面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